大家即將看到的是香港校制劍擊比賽 男子重劍準決賽 由不遂藍書院對那莎書院 OK 最後,由拔萃藍書院在激戰下勝出 我們三個運動員出來打比賽,全部都有超水準表現 我們每個人最多的打了一年重劍 最小的打了三個月時間 他取得第三名,其實是一個非常恐怖的 作為一個教練,我要令他們忘記傷心的事 還要很短時間,他們準備心情去打領他們 這是我們都頗有信心做得到的事 的確我們用了五分鐘時間 他和運動員疏解了,再鼓勵他們 他們回來後,整個狀態完全不同了 所以才可以贏第三名回來